特警听起来就很威武是吧 前两天在安徽宁国一个十字路口 一名女子缓慢地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 眼看就要变成红灯了 在路口变成红绿灯的期间 巡逻的特警发现了这个情况 随即就经过询问得知 女子不久前腿部受伤了 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不舒服 疼痛难忍 想走 但是走不动 眼看就要变灯了 一名特警帮他拎东西 另一名特警在征得女子的同意之后 将他抱起来快速通过人行横道 这种来自硬汉的温暖 好像感觉特别的暖